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娜 最近我们荷兰这段时间已只降雨 然后今天终于出太阳了 我就到地里来看看我们家这个地是比较急的玉米地 看这个玉米长得怎么样 有没有被烟 这块玉米地,人家这一片地是比较急 所以就下雨蹭了好多水 这玉米都跟水里头套住了 连续一报说登山田还有雨 再下深夜趟这玉米都淹死来了 看着玉米地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小幼庙被小妞给捣断了好多 然后现在又下雨下了太多 又淹死了一部分 看这一片几乎都没啥庙了 有的小庙要长得特别小 它的玉米庙都长这么大了 这椰子也被掩晃了 它不能再下雨了 下多这种玉米庙都咬不成了 哎呦 你看这地里面 地里面已经很湿了 这走路都走不动了 这水已经不能再下了 你看这玉米庙 这两号的玉米庙都被掩晃了 在昨天这个地方 这身边已经被原色都长不起来了 这鱼鱼下够了呀 最清了十二天再下一场 鱼是最好的鱼 又烂了鱼肉了 这第二天 这玉米地里现在一定离走可视可视了 近期都会难道低头了 所以这个鱼水还是不要下太多了 如果说再下的话 这个玉米地都要出现内落的情况了 这玉米一眼四 这农蜜还咋摆 所以说这个鱼水啊 还是尽量适当来下点 不要下太多 朋友们 你们那里的降雨情况怎么样 地里这人撞下 张势又是不贺 欢迎大家在评论去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呀 下次再见 拜拜